这是一句距今1400多年隋朝的诗官 隋唐时期能够使用诗官的一般是皇室成员 或者是有特殊贡献的熏臣 但是这句诗官的主人是一个年仅9岁的小女孩 官方把这件文物命名为李小孩诗官 但是起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他的主人是一个小孩 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名叫李敬逊 自小孩 所以叫李小孩诗官 小小年纪竟然能够使用级别如此之高的藏具 这个9岁小女孩究竟是何许人呢 他的父亲叫李敏 母亲叫宇文娥英 宇文娥英的父亲是宇文云 宇文云是南北朝时期北州的皇帝 宇文娥英的母亲是杨丽华 杨丽华的父亲是杨奸 也就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 隋文帝就是趁他的女婿宇文云去世后 篡夺了北州的皇位 这才有了隋朝 也就是说这个小女孩应该叫隋文帝太老爷 李小孩的姥姥杨丽华的亲弟弟是隋阳帝杨广 也就是说杨丽华的老公父亲弟弟都是皇帝 李小孩的父亲为什么能够娶宇文娥英为妻呢 李敏的父亲叫李崇 李崇是隋文帝杨坚手下的猛将 战功赫赫 杨坚非常的感激 所以杨坚对他的儿子李敏非常的宠爱 这才会把自己的外孙女宇文娥英嫁给他 所以李小孩既有皇室血统又是将门之后 身份显赫的杨丽华对李小孩非常的溺爱 李小孩从小跟着他的姥姥生活在隋朝的皇宫里 九岁夭折 杨丽华非常的伤心 这才会用这么高级别的葬具去厚葬他 这具石棺究竟牛在什么地方呢 它是仿照现实中的宫殿雕刻而成 屋顶是一个隋代歇山式屋顶 而且这个屋顶是由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 屋顶上面一共有九条鸡 所以又被称作九积殿 这种屋顶一般是用在级别比较高的建筑上 而且屋顶雕刻的非常细致 铜瓦 莲花纹瓦当 最上面的正积中间有宝瓶 两端有吃尾 屋顶下面有斗拱 这一面是房子的正面 中间是一个门 门的两侧分别站着一个侍女 注意看这两个侍女非常的瘦 说明隋朝的时候不像唐朝以胖为美 每扇门上有24颗门钉 中间有门环 正门的左右两边分别有一个窗子 这个石棺一共有三个门 在两侧也分别有一个门 侧面的门左右两侧站的是男侍从 隋朝延续的时间非常短 只有两代皇帝 所以隋朝的建筑既没有实物 也没有档案记载 这尊小石棺就是我们研究隋代建筑 非常重要的参考对象 除了它本身的文物价值 我们还发现了一件特别诡异的事情 在打开石棺之前 考古人员在屋顶的这个位置 发现了一行字 在中间铜瓦的上面刻着开者祭祀 这就是当时的人为了防盗而刻的诅咒 不管这句咒语起没起作用 非常的幸运 这座墓确实没有被盗 所以这里面出土了230多件陪葬品 一个现代的大型商场大部分卖的是女人的东西 不仅多还精致 墓主人也是一个小女孩 所以这里面的陪葬品也非常的精美 尤其是脖子上戴的这条金项链 还有两个手腕上戴的金手镯最为精致 而且根据他们的工艺和艺术风格判断 手镯和金项链并不是中国的东西 有可能是来自伊朗或者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 从这里可以看出隋朝的时候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 但是项链和手镯不在西安 而是在北京的国家博物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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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